欢迎来到我们影视娱乐档中央节目 最近国产剧《玫瑰的故事》首播就破了多项收视记录 收视率从0.5%拉升到2.23% 不仅霸占了各大网站的热搜 还获得了人民网等官媒的褒奖 原著粉们惊讶地发现 聚集对原著进行了三处改写 尤其是黄一梅的人设和爱情故事 让人意想不到 冯小刚也不甘示弱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他携芯片抓特务亮相 并同时发布了首款海报 公布了雷佳音和胡歌两位主创阵容 冯小刚急需一部商业大片来证明自己 这次他找来胡歌力挽狂澜 目标票房见值20亿 最后 韩国模范夫妻Rain和金泰西的婚姻故事 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Rain在综艺节目中自爆 金泰西一开始并不是他的理想型 但两人却因为细节而慢慢走到一起 成了人人艳羡的模范夫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最近国产剧市场可谓是热闹非凡 首先是庆余年二打头阵 掀起了收视热潮 然后是余正的墨雨云间 女性复仇剧 看得那叫一个爽 最后是张颂文的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直接拉高了悬疑剧的门槛 不过随着这些剧进入尾声 整个国剧市场逐渐变成了 玫瑰的故事的一支独秀 该剧首播就破了多项收视记录 收视率从0.5%拉升到2.23% 不仅霸占了各大网站的热搜 还获得了人民网等官媒的褒奖 说到底 玫瑰的故事理关于它故事 正确地反映了当下女性的方方面面 但是看过原著的细心观众会发现 其实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很大的改动 改动一是人设 原著中黄亦梅是个十足的白富美 而剧中她更接地气 改动二是爱情故事 剧中删去了原著中一些离谱的情节 改编的更加积极阳光 改动三是女性成长主题 电视剧中黄亦梅展现了独立 积极的现代女性形象 总的来说 相比原著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更具现实意义和观赏价值 腾讯 最近 国内著名的三大导演都有动作了 6月19日 中影制作出品的《抗美援朝》三部曲 由陈凯歌指导的《志愿军三》 正式立项目标档期 为2025年国庆档 光线传媒影业董事长王长田宣布 开发电影版三体 由张艺谋指导 极有可能会找张艺 吴京和沈腾担当主演 而冯小刚也不甘示弱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他写芯片抓特务 亮相并同时发布了首款海报 公布了雷佳音和胡歌两位主创阵容 冯小刚急需一部商业大片来证明自己 自芳华之后 他的电影作品越来越少 且票房不佳 芳华大卖14.22以后 他的《只有云之道》和《非诚勿扰3》接连扑接 冯小刚不服 找胡歌力挽狂澜 新作《抓特务》定位为黑色幽默 带有反讽意味 启用了雷佳音和胡歌两位重磅主演 影片讲述了1949年秋 北京城里清查特务的故事 是根据1995年 王志文和刘佩奇主演的电视剧《无悔追踪》改编而成 冯小刚希望这部影片能在2025年暑期档或国庆档上映 票房见值20亿 腾讯 要提到韩国的模范夫妻 Rain和金泰西绝对是其中之一 她们一个是亚洲人气天王 一个是广告女王 and韩国第一美女 可谓强强联合的最佳典范 两人从2013年相恋 2017年结婚 如今已经走到了第11个年头 最近Rain在韩国一档综艺 可怜的哥哥申东叶 中自爆了和金泰西的爱情故事 原来 她们一开始都不是对方喜欢的类型 Rain觉得金泰西这种从小品学兼优 又漂亮的女生和自己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而金泰西也觉得Rain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但Rain对感情的态度就像她对自己身材的管理一样坚持不懈 整整向金泰西告白了五次 最终用真心打动了她 2017年 她们正式结婚 婚礼一切从简 连婚纱照都没有拍 婚后 她们继续延续低调的作风 甚少对外界透露婚后生活 但网友还是经常能扒出她们之间的恩爱细节 Rain在节目中自爆每天早晚都一定会亲亲 言语中尽是甜蜜 相爱11年Rain和金泰西把爱情进化成了蕴含着包容 尊重和责任感的爱意 这样的感情或许才最经得起考验 联合新闻网报道 女星陈妍希近日被爆出与大陆男星陈晓的婚姻 出现危机 两人因拍摄神雕侠侣结缘 并于2016年结婚 育有益子 19日大陆知名狗仔推理君江小燕爆料称 两人婚姻自去年开始出现裂痕 陈晓甚至表示愿意净身出户离婚 然而至今两人尚未对外回应 21日陈妍希的新戏狙击蝴蝶开机仪式上 她首次露面 却被网友发现她双颊浮肿 似乎像是哭过 尽管如此 陈妍希在开静仪式上 仍以一头利落短发和白色朴素上衣 搭配小短裤现身 显得精神饱满 网友对此个迟意见 有人认为 不应过度解读 感情的事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经济日报报道 41岁的陈妍希 与36岁的陈晓结婚8年 育有益子 近日传出婚姻破裂的消息 爆料者称 2023年底陈晓 向陈妍希提出离婚 愿意净身出户 并更换手机号码 但之后再也没回家 内地媒体 向陈晓的工作人员 求证未果 影迷也在社交平台留言 希望澄清 然而两人均未回应 6月21日 陈妍希在微博上载 与22岁男星周科宇 为新剧《狙击蝴蝶》拍摄的甜蜜合照 为提及婚变仪式 她以少女打扮 拍宣传照 并在开镜仪式上 穿印有剧名的白色T恤现身 虽然脸上有笑容 但网友认为她脸不浮肿 《狙击蝴蝶》 改编自尽江文学成作家 七宝苏的同名小说 描述离婚 恢复单身的女主角 曾经与年纪差一大截的礼物展 忘年恋的故事 《乔报》报道 202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 欧洲杯 当地时间20日 结束了三场小组赛较量 西班牙队1比0 小胜意大利队 以两连胜的战绩提前出现 塞尔维亚队 在比赛第95分钟 攻入一球 以1比1 占平斯洛文尼亚队 英格兰队 与丹麦队1比1握手言和 西班牙队 在比赛第55分钟 通过威廉姆斯 边陆船中 莫拉塔前点 投球攻门被扑出 但意大利队后卫卡拉菲奥里 自摆乌龙 最终西班牙队1比0获胜 英格兰队球员哈里凯恩 在比赛中破门得分 但丹麦队球员尤尔曼 在第34分钟 打入一记贴地远射 将比分扳平 最终 双方1比1握手言和 凯恩赛后 批评了英格兰的表现 表示 球队在有球 和无球状态下 都表现得很挣扎 需要总结并改进 腾讯报道 冯小刚最新谍战电影 《抓特务》即将开机 引发了观众的高度期待 这部电影 不仅是冯小刚继 芳华后的又一部年代戏 而且由雷佳音和胡歌 这两位实力派演员 首次合作出演双男主 电影讲述了两个怀友 不同信仰的人 在1949年至1988年间 长达40年的纠缠与拉扯 命运与大时代变革 紧密相连 编剧史剑拳 曾参与过经典谍战剧 《无悔追踪》 这部1995年 首播的电视剧至今 在豆瓣评分高达9.4分 成为国产谍战剧的经典之一 电影的概念海报 充满了浓郁的年代氛围 细节如镂空水壶 唐瓷刚等 都让人感受到 那个时代的独特气息 冯小刚表示 这40年的厚重感 源于角色灵魂的碰撞 和命运的纠缠 期待电影 抓特务 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腾讯报道 汪小飞与马小梅的关系 从恋爱到结婚 虽然时间不长 但马小梅凭借其高情商 和真心赢得了 汪小飞家人的认可 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她与汪小飞 两个孩子的关系 从陌生到熟悉 小月儿甚至已经开始叫她梅妈妈 此外 马小梅与婆婆张岚的关系 也逐步改善 从最初的抗拒 到现在的融洽相处 马小梅在新加坡 与张岚一起过春节 并在汪小飞的新店开张典礼上 表现得非常亲密 马小梅不仅布置了温馨的家 还特意为张岚留了一个专属房间 以便张岚在台北时有落脚之地 相比之下 前妻大S在张岚每次去台北时 都让其住酒店显得冷漠 马小梅的贴心举动 让张岚感受到温暖 弥补了过去在大S那时候的委屈 马小梅不仅是嫌内住 还在生活方式上非常懂事 跟随汪小飞在北京生活 避免了给张岚和汪小飞带来麻烦 这样的媳妇自然深得婆婆和丈夫的喜爱 腾讯报道 知名狗仔近日爆料称 陈晓和陈彦夕已经离婚 甚至详细描述了 陈晓愿意净身出户 夫妻二人半年没同框 陈晓换手机号 拉黑陈彦夕等细节 然而 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 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且双方当事人对这些传闻保持沉默 尽管如此 部分网友开始怀疑 甚至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 搜寻蛛丝马迹 发现两人删光了过往的痕迹 陈晓和陈彦夕的婚姻一直备受关注 他们在神雕侠旅结缘 婚礼极致浪漫 但这些年不断被传离婚 陈晓对陈彦夕的爱一直炙热且坚定 她曾主动澄清与赵丽颖的绯闻 并公开表示配合剧方炒作 已斩断CP粉的意向 尽管外界对他们的婚姻 有诸多猜测 陈晓和陈彦夕始终坚持 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这次的离婚传闻 究竟是无稽之谈 还是事实 只有时间能揭晓答案 无论结果如何 观众都希望这对夫妻能够幸福 腾讯 综艺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 以其真实的烟火器和嘉宾们的自然表现 迅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节目中 明星嘉宾们展示了他们的素颜状态 特别是央视主持人王冰冰 尼格买提和月亮姐姐 他们的素颜让观众感到亲切和放松 王冰冰的黑眼圈和眼袋 尼格买提的凌乱头发和法令纹 月亮姐姐的法令纹和斗印 都让观众看到了明星们真实的一面 治愈了观众的容貌焦虑 同时 节目中的慢节奏和轻松氛围 也让观众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找到了片刻的宁静 综艺的成功 不仅在于其内容和景色 更在于嘉宾们的真实表现和自然互动 给观众带来了真实的感受和共鸣 腾讯 王思聪的前任们 最近在直播中连迈 掀起了一场比综艺节目 更精彩的前任大联盟 黄一鸣和小宇 在直播中毫不避讳地谈论 与王思聪的过往 并相约跳甩聪舞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质疑 黄一鸣甚至送给小宇一个聪的发卡 两人哈哈大笑 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对王思聪的挑衅和讽刺 黄一鸣的直播行为让人们质疑他的动机 认为他是在利用王思聪的流量来博取关注 然而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形象 也可能对他们未来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网友们对黄一鸣和小宇的行为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是合理的策略 有人则觉得这是道德边缘化的行为 最终黄一鸣和小宇的行为 引发了对网络直播和流量经济的反思 提醒人们在追求流量的同时 也要守住道德底线 腾讯 华晨宇在香港演唱会上的新造型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争议 照片中的他妆容浓艳 眼线精致 搭配巨大的花朵羽毛和淡金色长发 显得妩媚而优雅 网友们对他的造型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他是在模仿日本明星林家树的风格 而更多人则觉得他的造型奇葩过于薄出味 华晨宇之前曾因僵尸装和神婆装出圈 这次的造型再次引发了对他风格选择的质疑 此外 华晨宇的颜值变化和整容宜云也一直备受关注 从快男时期的普通小宅男到如今的精致颜值 他的变化让人们议论纷纷 尽管他在音乐上有才华 但他的个人生活和造型选择仍然引发了不少争议 网友们建议他可以尝试更多元化的风格 用实力来回应质疑 展现更真实的自己 联合新闻网报道 南韩知名歌手Krash 生肖社因追尖盘突出问题恶化 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 Krash的经纪公司P Nation在20日发布公告 宣布Krash的追尖盘突出急剧恶化 医生建议必须马上动手术 因此所有的后续行程都被迫全面暂停 Krash将会专注于治疗和休养 暂时告别舞台和粉丝 联合新闻网 今日报道 泰国年度最催泪电影《金孙暴富攻略》在台上映 迅速引发观众热泪盈眶 此片在亚洲各地屡创票房佳季 甚至打破了泰国电影在越南和印尼的首映票房记录 目前票房已突破11泰铢 影片中观众被Bill Keane和阿玛的互动深深感动 纷纷表示从十分钟开始就泪流不止 导演帕特波尼蒂帕特分享 电影的核心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跨越时代的情感连接 而监制万纳鲁迪彭西提萨则强调亚洲家庭通过金钱表达爱意的传统 影片讲述了孙子小安辞去工作回家照顾黎埃阿玛的故事 尽管起初她是为了博取遗产 但在与阿玛的相处中逐渐改变了心态 学会了真正的生活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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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